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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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自己就拎著那個線跟燈 在貓道上看 就看傻 看懵了 然後在那貓道上一直哭 哭什麼 就是因為感動 因為有什麼 很美 他們演得好 演得很好 你怎麼這樣 對 我來講 對 你一直很不能平復他得獎 不是 有這種感覺 他厲害 他很厲害 他形容那個身材很好 他那個身材 你看他那人 那兩條一味文 你練得很好 好把人魚線 講成一味文 我有辦法叫法 我要有這個味文 等一下 這個 你現在可以演舞台劇嗎 你來聽嗎 太帥了 太帥了 帥呆了 這個沒話說了 這個 那個真的是帥呆 帥 沒話說 真的 講說還是要運動 你怎麼這麼胖 對啊 超胖 好 下月21號到24號 在約旦節這個晉級當中 有一部戲 又要再一次的演出 其實我覺得你們應該可以每年演一次 因為這是一齣非常有意思 它叫做 我記得 對 每年都忘記 每年都演一次 我們就再記得一次 我記得 一集一會 每年都忘不了 對 好看 而且這個戲我覺得是很有意思 因為 應該算是這個 舞台劇的 不能算 新生代 算是這個 中生代 完全是中生代 對 完全是中生代 對 曲中恆他們都算 再老一輩 以前 中中生代 中中生代 因為以前他們是新生代 你曉得 對 他們 他們現在已經不行了 他們現在是中class 中class 補學亮他們 對 即使也是 對 再高一點 好 那他們 這幾位 算是 中生代 當中 非常非常接觸 你看 這個 這一張是表示你們還在高中的時候的照片 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比喻 一個比喻 因為那個年紀還是有 對 眼皮回不去 對 OK OK 好 這個戲是建偉 謝英軒 朱直瑩 莊凱勳 龍成翰 記得你們五位 在演從高中的時候 在1991年是不是 對 算是 1991 1991 他們埋下了一個時空膠囊 預備二十年後 再打開 是的 1991 25年 結果25年再打 約定二十年 約定二十 但是沒有打 沒見到 25年以後就打 25年以後 很快 一下就過了 2016 你們是去年演的嗎 對不對 所以是25年 是 這25年很快 一下就過了 一下就過了 現在在演變26年了 對 所以你們可以一直演 比如在某一年就是30年了 30年再 那你們現在就應該放個時光膠囊 放個什麼東西在裡面 30年那時候公演的時候打開 大家看一下 那個時候他們演高中生 真的不是 這推輪子出來 等下找一批年輕人來 找一批年輕人 好 我們先來看看他們的演出片段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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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台北 好嗎 小聲一點好不好 好嗎 好嗎 人家說什麼好空的都在那 對吧 人家有笑話是愛著人夢的傲兒 不管如何路是甘地走 来回吧 你知不知道 变态乱伦自残 污染社会人受交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没有 相爱的两个人想要结婚有错吗 没有啊 我忍不个人 我忍不个人 大宝 不要 大宝 大宝怎么爱你 你不要大宝 他怎么爱你 大宝 龙大宝 我去 那你现在告诉我 到底是恨还是爱 没有什么爱 你每天都想着他 我就跟你说 你为什么都要骗我 庄振飞 庄振飞对我很好 但是他太冲动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这一切 是我原本在心里面要讲的 我没有骗你 我没有骗我 当生命停下来 我愿我能怨离船 痛孤寂 不再迷惘 我不愿被闯 我愿我能走出 慢慢它 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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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味道啊 對啊 你們兩個有什麼感想 有什麼過節的 對 有什麼 為什麼你要摸他一下 我說發現原來那時候 我們是這樣演的 因為我們隨著角色多了一歲 那我們今年端出來的菜 可能會在 就不一樣對不對 完全不大一樣 那個有生命軌跡在上面 對 這一年當中對不對 對 有人入圍 有人得獎 我就想你會不會講這句話 特別酸的感覺 大師兄一直在那裡 我告訴你得不得獎 真的是靠歸運氣 不過見尾你看你也入圍 他也很精彩 他一直很精彩 你也每一年都入圍 但是你只有第一次 你獲獎的時候好早 2002年 對 然後隔一個月我又出車禍 19歲還是 遇成皇冠必成其重 就也翻譯一下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台語講得太粗 國語意思是說 你要得到那個東西 你必須要能夠承擔 承得住 承擔得住的那個重量 就是說你扛得住 不然人家不說有金鐘謀照 金馬什麼 就是說你得完獎可能 反而沒有 會有一個樣子 或者你承擔不住 或者你就會開始不亂 不接戲 走歪了 心理素質可能會變掉 對 心理素質 他在說你有心理素質 沒有 他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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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他們兩個是北一黨同學 你們兩個 我們算是同門 同學也是同門 因為我們同樣年紀 但是我們一起練金句 練了16年 你們練金句 對 我們同一個師父 同一個師父 等一下 你們不是同學 他小我兩屆 他先念別的大學 我念了別的學校 但是還是一個學校 是一個學校 後來他考進來 但在學校裡 認識不認識 認識 一進來就認識 我一進來就跟他們一塊兒演戲 對 可是他的口氣 感覺上不跟他這樣 但是他們兩個人卻 一起去拜個師父 念金句 對不對 是的 也就是說 你們這麼會得獎 跟金句有關 當然有關 你們這個膚色 是一起曬出來的嗎 兄弟 很接近 我們晚上都睡同學考上 你現在好像兄弟 我覺得其實 莊凱勳呢 這個 不管是金鐘金馬 他 電影節都得了耶 哇賽 你 恭喜啊 謝謝雯姐 記得 當時其實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在 凱臥 對 一個派對 你那時候是要去當模特兒嗎 完全不是 那個時候是 因為公司正要再更壯大 他們希望有一些戲劇的人可以進來 對 然後就 然後 相談勝歡 就覺得 可以啊 因為其實 我們像這樣子的演員 都不太會 包裝自己 也不太會去 打理那些 比較商業性的行為 所以就交給別人煩惱 也對 但是你們兩個念金句 有一起演出過嗎 我們都是一起演出 每次一起演出 每次都是一起演出 我的畢業製作他演 他的畢業製作我演的 他是武生 我是武醜 武生跟武醜差別在哪裡 武生就是很嚴肅的人 我這樣講 武生是武功要很好 武醜武功要更好 對 而且 武醜非常難演 而且武醜我最愛看 武醜熱鬧 熱鬧 又熱鬧 但是功夫要絕對的好 他的戲班子 以前武醜地位是最高的 對 他那個衣箱只有醜能做 武生還不能做 不能做對不對 厲害 這是武功要好 這是師傅給的行當 師傅給的行當 師傅給的行當 哎呀 哎呀 不好 一樣 那個師傅給的 師傅給的 師傅給安的行當 他就看你的氣質 他看你的氣質 他給你安的 我就是調皮 他就安我無仇 他就是 衣服就是這個樣子 他就看他武生 他就是帥氣 對 跟武生 其實這個戲講到就是 我記得就是你在高中的同學 埋下一個時空膠囊 20年後25年以後 我再打開來看 這讓我想到你們四位 二十五年前 三位應該都沒有想到要結婚吧 沒有 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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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年前 你要不要算一下你幾歲 十一歲 我們倆都十一歲 十一歲 十一歲 二十五年前 小五 二十五年前 二十歲 二十五年前 好耶 他才太年輕了吧 保養很好 對啊 你咧 你更小吧 我二十五啊 二十五年前 等一下 你二十五歲啊 你現在五十歲 十五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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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歲 十五歲 你那個時候應該是快要變成龍兄弟的對不對 對 十九歲變成龍兄弟 十五歲是在叛逆期 所以你跟你哥哥兩個一起叛逆 因為長得一樣啊 對 長得很像 他們是雙胞胎嘛 所以要叛逆的時候 到底誰去闖禍呢 哥哥比較大膽 我比較膽小 但是我都是跟著他 因為我們 我們其實不算是 我們差十個月 但是我們很近 對 所以他到哪裡 我都跟著他 我都跟著他後面 差十個月 所以你們不是雙胞胎 只是長得很像 長得很像 對 我還想說這是醫學上是可能的嗎 差十個月的中胞胎 剩馬上 就你一出門 你哥哥就進門了 對 是這個感覺 應該是像你 他一出門 他哥哥就進門 不是 他哥哥出門 他自己就進門 反了你 好 我在想今天我們就講 二十五年前 其實人生你看 我們現在做的這 不要 這個舞台劇演出 當然很激烈的感覺 感覺上愛恨情仇 一定有你們之間互相 但是想想我們二十五年前 也有很多事情 我們是想不到的 你也想不到你二十五年前 有想到你會 是一個老公 而且會燒菜嗎 完全 是一個老公有可能 但是不會燒菜 二十五年前那時候 我才二十歲 在我談我人生的第一場戀愛 對 那是我第一場初戀 二十歲才在你人生第一場戀愛 你這麼乖 一談就談了四年 然後最後就分手 分手以後 他立刻就結婚了 我還去參加他的婚禮 對 然後因為我跟他在一起 就整個大學的四年都在一起 所以分手以後 就是他說他立刻就要結婚了 然後我們所有大學同學 都要去參加 那我不去 不是覺得很奇怪嗎 每一個我認識的人 都要去參加他的婚禮 那是什麼樣的心情 我以為我會OK的 就到了 因為大家都在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記得好像有一 大家起來 是要去恭喜他還怎麼樣 全桌的人都起來 敬酒還怎麼回事 大家都起來去敬酒的時候 我突然就站不起來了 喝悶酒 我就站不起來 然後就 大家都在那邊近 然後我覺得好像一個電影一樣 每個人都包圍住他們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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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突然之間站不起來 然後就才發現說 他嫁給別人了 他真的要嫁給別人 對 這跟分手沒關係 真正他嫁給別人 我再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 然後就真的就哭了 然後我就不敢 就又不敢哭太大聲 人家結婚我在哭什麼 對不對 就變成 人家不覺得你很感動 對 就告訴你 結婚的時候不要請前男友 OK 前男友 前女友 都不要請 好危險 對 所以那個時候 25年前那時候是覺得 那是我最難過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因為這是你的初戀 而且他這麼快就要嫁人 分手就要嫁人 對不對 而且是告訴你 你沒辦法娶她 我覺得女生可能就是想結婚了 你卻沒有辦法娶她 對 後來這個幾年前 大概兩年前 我去北京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 正好我們是共同的朋友 他又出現了 然後我們就正好在婚禮上 又見了對方了 然後他也有小孩了 我也有小孩了 就時間過了20年了 就很快 好快 這25年真的很快 對 一抓一抓 25年前 你們倆都11歲 國小五年級 五年級 有沒有雄心大志 五年級都在玩啊 但是我印象很深啊 就是 難道你的初戀是在11歲 沒有 不要傷害我 有暗戀啊 暗戀的女生這樣子 然後 你是在哪裡 就是25年前你是在台北還是在什麼地方 在台北 已經上來台北了 然後那時候就是念國小 但是因為小五之前都在踢足球 然後後來 因為足球隊要出國比賽前一天就是 媽媽就叫你退社了 對 因為那個 你的隊伏跟機票 要自費一半 要自費一半 但那個年代的家庭 哪有誰有能力做這件事 後來我就 就是轉進了一個很奇妙的社場 叫奇異社 我就從足球社變成下棋的 奇異社 我以為是專門做奇異筆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 就是暗戀班上一個小女生 然後她是 本來是單親 結果在我們快畢業之前 她的 她父親也過世了 就剩下她姐姐帶大塔 但她姐姐也才高中而已 對 那我就叫我姐 幫我折手工花 畢業點點的時候就拿給她 一個小男生這樣 然後 後來到了國二又同校 到了國二同校的時候 她就請班上女同學說 你去幫我問莊凱勳 她小學說的話還算數嗎 對 還算數嗎 等於那時候我已經 就是都玩瘋了 改摩托車 然後打籃球什麼 好像已經忘了 就一直在 就學校 惹事 打架 念書 就沒有心思談戀愛 惹事 打架 念書 對 惹事 打架 念書 惹事 打架 念書 都不在一起 對 因為我是升學班 然後 你是升學班 對 我升學班 然後出事了之後 就搬著桌子 因為我們是一張桌子跟你三年 你得搬著桌子到放牛班 然後一考完試 你又得搬著桌子回到升學班 結果一直搬來搬去 那三年 小燕姐 眼神 蠻精彩的 對 還不錯 就是 就是 好壞一線之間 對不對 你就是 極端 對 就是 就是 說不定會 騎摩托車 摔斷腿 或打架 熟的 都還好 就是安全度過 就像這種 顏皮 這種男生真是 我們這樣 媽媽都要燒香念佛 才會安全長大 這回想起來 一定覺得說 很多事情好險 好險 對 真不容易 現在這小孩 安全長大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建偉呢 我 我留在讀書 我小時候是一個愛讀書的人 你怎麼這麼認真 你的臉看起來好認真 就是認真 我小時候就是個愛讀書 他的學歷很精彩 他學歷非常精彩 學校都是很漂亮的學校 還好 多漂亮講一下 也沒有 講一下嘛 講一下 我念成功高中 第三志願 就這樣的 講得好囂張 第三志願 就這樣 不是 我覺得我有唸書 1992年剛好是那個 蘇聯剛垮台嘛 然後隔一年 就是那個啊 蘇聯 就是 戈巴奇 戈巴奇 你十一歲的時候就是文青了耶 就這麼注意這些事情 對 我還有簡報 我還剪下來 我前幾天還翻到 我小時候的簡報 真的假的 對啊 就是簡報 他就在踢足球變奇色 但是他也沒有受傷 你在剪色論 對啊 然後就 隔一年我看了一本書 叫做《烈煞紅色十月號》 對 那是有電影 有出電影 它是電影 翻譯成小說 然後我大概 我好像是小六 還是國藝的時候看 就改變我的生命 為什麼 你也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世界上 有這種東西啊 所以呢 就是 你就開始對於知識 有無限的渴求 就是 因為你小時候就是很小嘛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 有什麼美國有蘇聯 那你應該去考KGB 或者是那種 行事 我後來就當演員啦 演KGB 對 演KGB 什麼都能做 什麼都能做 對 要不然是從軍 或者什麼 小時候是 其實是看那本書以後 是非常想念海軍關校 是不是 應該是從軍 我哥後來先念了 然後出來跟我講說 千萬不要 不堂 他覺得 反正就是 他們有一個很 自私的一個環境 他覺得可能不適合我 不適合你 對 你可能 比較容易去當革命分子 對不對 對 剛好在這個戲裡面 在這個戲裡面也是這樣 舞台戲裡面 也是 他覺得戲 就完全是這樣 對 比較極端一點 比較極端一點 對不對 你看每個人25年前 真的不一樣 我20歲的時候在失戀 你11歲的時候 蘇聯瓦 幹嘛 專凱勳點燃演員夢 黃建瑋講話酸溜溜 哪一年決定要當演員 我是在念第一所大學的時候 你這麼早 那時候只是去幫忙裝裝燈 裝燈 對 裝燈 就是在那個貓道上面 裝燈 裝線 然後就看下面 大哥對大姐開始演戲 燈一亮你就發現 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自己就拎著那個線跟燈 在貓道上看 就看傻了 看懵了 然後在那個貓道上 他一直哭一直哭 哭什麼 就是因為感動 因為覺得很美 他們演得好嗎 演得很好 你怎麼這樣黃建瑋 對 你一直很不能平復他得獎 不是 有這種感覺 每個人25年前真的不一樣 我20歲的時候在失戀 你11歲的時候 蘇聯瓦 他打卡 不好意思 這怎麼想像 11歲的人 他剛剛講 他其實在念大學的時候 他還當包工去包油漆 就想賺錢 25年前 那時候我是當油漆工 那時候在大學 因為我是讀商學院 然後有行銷系 所以學校裡會給學分 如果你去當油漆工的話 可以拿學分 對 就是包工 就是我們先訓練 我們怎麼去看一個房子 這要漆多少油漆 花多少錢 然後我們算出來以後 我們就用這個錢 去請油漆工 然後我們自己也會下去油漆這樣 然後這扣除我們的花費的錢 剩下來就是我們所賺的錢 所以整個暑假 我都是油漆工這樣 所以比如說我負責大安區 我叫每一 那時候還沒有網路 也沒有手機 所以我們叫每一戶去按電鈴 你好 你需要油漆嗎 我一整個暑假就這樣 一戶一戶去按電鈴 這也不容易做得出去 這個不是 你 我們今天都做了這個 這小的時候看起來 都不像要做在這裡面 對不對 你應該是個大老闆 對不對 應該是很會做生意 那一個暑假結束 我就知道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那個暑假結束 我爸看我爸 我爸上個禮拜才來 他說你記不記得 你小時候做過油漆工 我說我記得 我爸說我以為你會賺大錢的 整個暑假你忙著這樣 日忙忙著忙 最後你還賠錢 賠兩千塊美金 因為我算得不好 那這樣還有學分嗎 這樣也是有學分 學分是有 前面那個 爸爸掏三千塊 你跟老師說這個是你賺 賠了兩千塊 整個暑假我超忙的 很累很累 最後發現我的收支不平衡 然後我還賠兩千塊美金 賠了六萬塊台幣 學了一個大經驗 就賠那麼多錢 學了一個大經驗 不要做油漆工 我告訴你 這是你是在美國嗎 對不對 所以在美國還可以做這種生意 在台灣根本沒辦法 對不對 尤其是有專業的 你二十五年前在 就除了打架以外 除了打架以外 十五歲 十五歲 你是個小帥哥了吧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滿多女的 十五歲 沒有沒有沒有 學校會有女生 但是那個時候 我沒有談過戀愛 你應該收很多情書吧 會不會 情書倒是沒有 有糖 巧克力 有 收到糖 情人節會有人送糖 對 但是我十五歲 是一個 我生命中很大的一個轉折 因為我那個時候 是第一次出國跟我哥哥 到哪裡 到美國去 所以 就是完全脫離我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管我的那塊 所以就 這青春一起把你們放出去 對 完全瘋掉我跟我哥哥 那個時候 什麼都玩 跟同學去喝酒啊 十五歲 對啊 都嘗試 然後我有 太多 外國人是看不出你的年齡 是不是 我們可以叫人家幫我們買 年紀比較大的 十八十九 雖然美國是 十六歲嗎 我記得 二十一歲 才能喝酒 才能喝酒 但是就是 可能有一些看起來 比較老的可以買 買 就幫我們 偷偷買酒啊 然後就是 那段時間 是真的滿大的 所以你們是大開眼見的 那個時候 對 因為有太多不同的人 太多不同文化的人 在那邊 在台灣是完全遇不到的 然後到那邊我都看到了 有闖獲嗎 有一次 有一個很好笑的 就是差一點出事 就是有一次就是 我跟幾個朋友在喝酒 在公園 公寓的公園 喝喝喝就喝完了 然後就說 我們回去吧 回他的公園裡面 結果 我朋友忘了帶鑰匙 他說怎麼辦 他住二樓 然後他說那我們就 爬上去 他說好 然後 警察要來 就是用那個撐上去的 結果他說好 你上去 我就上去 就聽到一聲 然後 誰在那裡 然後 我講真的 我從二樓直接跳下來 然後繼續跑 沒事 腳也沒事 因為我們爬錯房 因為那個公園 而且外國人有槍 對 那是合法的 那是合法的 如果我晚一點跳 搞不好我真的會打到 他們是合法 那個時候有人爬進去 爬進去就可以 開槍 差不多 我記得二十年前 這次事也在發生在我身上 那是 我有一台很爛的馬自達323 每一次都拋錨 然後我跟我弟兩個人 是開那個上學 然後在高速公路 因為我們16歲就可以 就可以開車了 然後就 常常在高速公路就壞掉 然後我就下去 想要去買個什麼 買個什麼東西喝 然後我弟弟 他 那一次不是車壞掉 那一次我把我鑰匙 忘記放在車裡面 然後我想說去找我 打電話給我爸媽來救我 結果我弟弟 趁我去打電話的時候 就撿了一個大石頭 他想說把這個窗戶把它打破 去拿那個鑰匙就好了 對 他就拿那個去敲那個窗 一直敲... 然後後來我去打電話給我爸的時候 我聽到外面是警車的聲音 我就跑出來看 我弟弟已經趴在地上這樣 你以為他偷車對不對 對 那警察拿槍指著他 你知道 幹什麼啦 然後就一直喊他 Eat the floor 然後我說這是我們的車這樣子 然後拿給他看駕照幹嘛的 然後警察還幫我們把車打開來 這告訴自己 千萬不要拿石頭砸自己車 太危險... 我覺得你們這些男生能長大 都要老田保佑對不對 對 要有點運氣 對 要有點運氣 其實 但你們在這25年當中 是哪一年決定自己當演員 我不要問你了 你很小就... 就開始簡報 哪一年決定要當演員 其實當演員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我是在唸第一所大學的時候 你這麼早 對...就18歲的時候 但是那時候是民歌手 然後後來去... 就是因緣集會到劇團去幫忙 就打開眼界 那時候只是去幫忙裝裝燈啊 裝燈 對 裝燈 就是在那個貓道上面裝燈裝線 然後拎著那個燈 然後就看下面大哥大姐開始演戲 是誰在演的那時候 台中的一個劇團叫玩石劇團 對 郎雅琳老師他們的 然後燈一亮你就發現 哇 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自己就拎著那個線跟燈 在貓道上看就看傻了 看懵了 然後在那貓道上一直哭一直哭 哭什麼 就是因為感動 感動什麼 很美啊 他們演得好嗎 演得很好 那個時候對我來講 你一直很不能平復他得獎 不是 有這種感覺 不是 他不會 他得獎是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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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獎也是應該的 所以我不用 遲早你會得獎 但是無眠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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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其實 你那個時候在貓道上看到他們 就感動了來 我覺得這很像 有些人進入某個宗教 他突然聽了什麼道理就開始哭啊哭啊 你應該是受到那樣子的感受 因為沒看過那樣東西 坦白講是沒有看過 然後你也不知道說 藝術可以這樣呈現 從服裝 音樂 燈光 所以你從來沒 以前沒看過什麼 沒有 以前 以前不會 奇異色 高中的時候覺得 那時候學妹找你去看戲 你會覺得 這應該是很娘的行為嘛 因為以前就是打籃球 然後看到睡著 起來還跟學妹說 以後不要帶我看那樣子 隔一年自己在北藝大 對 所以這變化有這麼大 那你當演員是 我是 我很晚 你反而很晚 我很晚 我就開始進學校演戲演藝演 演到2009年 2009年我發現 可以賺錢 可以養活自己 那是當吧這樣 所以2009年之前你在想幹嘛 我就是借錢演戲 然後演戲借錢這樣 可是還是要當演員嘛 也是在演戲 可是只覺得 我不一定能夠養活自己 他不一定是個career 這是因為我學校學這個嘛 剛好還是有人找 那錢賺得不夠 那就先做吧 然後每次快要到谷底的時候 就有人找你演一次戲 又有一點錢 那時候沒有想過說 要做點別的嗎 有 我本來想考公務人員 考警察 情報局 你一定情報局的啦 你 你可以去情報局啦 太可惜 大好前途就被你耽誤了 還好沒去喔 是啊 你去就對了 對啊 那你也殺死 你去那個情報局那個面試 你帶所有的簡報去就對了 你看 每一年簡報 我都會整齊 整整齊齊的 是不是 所以 你演戲是什麼時候 他應該中文現在應該是不錯 但還是給人家感覺 有點會聽不懂我們講話 他有所謂的龍語錄 他形容那個身材很好 他那個身材 對 你看他那兩條魚尾紋 變得很 哈哈哈哈 他把人魚線 講得一條魚尾紋 演戲是什麼時候 一開始是歌手出來的 對 我十九歲的時候是出唱片 但是那個時候都是 我哥在唱 然後我躲在後面跳舞 這樣子 他是主唱這樣子 對 然後 演戲的話是 二十四 二十五歲 所以哥哥已經毀美國了嗎 對對對 那個時候 第一次 演完一個 電視劇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 這個 很喜歡 很喜歡 然後就一頭摘下去 他看起來 慢熱的感覺 對 對 他比較直對一點 不是要什麼 直對一點 他中文比較 不是 他應該中文現在應該是不錯 但還是給人家感覺 有點會聽不懂我們講話 他有所謂的龍語錄 我們幫他整理了一堆路 對 他厲害了 他厲害了 他有一句非常厲害 就是 我們去巡迴舞台劇 一個在中國巡迴舞台劇 那在中國巡迴舞台劇非常艱苦 因為人待在那邊也不能回家 然後 一個禮拜工作兩天 其他時間你不知道要幹嘛 那我們就常常 譬如說 會聊聊天啊 喝喝酒啊 練練功啊幹嘛的 有一天他說 他要 他喝了咖啡 他就說 你到底要講了幾次啊你 我們沒聽過 對啊 沒聽過 好... 他就喝了咖啡 然後就肚子有點鬧了 他就說 我剛剛喝了大便 現在想咖啡了 什麼意思啊 你沒有這種感覺過嗎 我喝了咖啡 我現在想咖啡 他有一次 喝了咖啡 有點想去大便 對不對 我真的傻有此次講那個 這什麼啊 他形容身材很好 他那個身材 你看他那兩條 魚尾紋唸得很 他把人魚線 講得很遠 我有這麼亂講 我又有這麼亂講 等一下 這是 你這樣子可以演舞台劇嗎 沒有 好危險喔 可是他 他為什麼就是 你也不是在國外很久 但是你看起來 有點外文的樣子 沒有完全沒有 麥特戴龍啊 沒有 有 很像 麥特戴龍啊 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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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很像 火星還好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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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把魚尾紋 人魚線說成魚尾紋 魚尾紋 這也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真的是 人類的時候 已經超越娛樂了 這已經超越娛樂了 但是另外一個就說 娛樂紋 什麼 不是 這是一個 並不是外國人 或者是什麼 這是一個 一個腦筋上面 他有點秀朵的對不對 他自己的世界 他自己的世界 對 對 所以這三個人當中 只有你沒有結婚 對 但是 但是 我還蠻想結婚的 但是 但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 問題出在哪裡 沒有沒有 就是 一針見血 是不是 是 問題出在哪裡 如果你想結婚 又沒有結婚 又沒有結婚 而且也有人 問題出在哪裡 我的問題是 我不希望為了結婚而結婚 這種人真是麻煩 我常常聽不懂這句話 這什麼意思 沒有 因為就是 你不能為了想結婚而結婚 那是為了什麼要結婚 對 那為什麼要結婚 為了 為了 不就是為了想結婚才結婚 不是為了想要喝杯咖啡就喝咖啡 不是為了想要大便就是大便了嗎 所以他不一樣 他是喝了大便想咖啡 對 對 對 他語言比較慢 我們聽他解釋一下好了 喂 他真的是比較慢對不對 超慢 來 講一下你的問題 我其實沒有問題 只是說 我很正常 我很正常 我也沒得笑出來 抱歉 他排練的時候 你讓他講 讓他講完 我希望的就是說 是 那個我們 就是男女之間的共識 到了某一個程度 就結婚 然後 就是 當然 我覺得這個共識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我翻譯一下 就是說 兩個人互相理解 生活習慣 各方面 家庭 輩子 都已經能夠了解 包容到一個程度了 我們再來結婚 不要因為太 想結婚而太衝動而結婚 對 因為我長大 你需要見偉在你身邊 真的每天都需要 我是他的師爺 我天天給他翻譯 翻譯 所以那你覺得這種 這種 就是價值觀 所有的生活習慣 都能達到某種水準之上的時候 才能結婚 需要幾十年嗎 需要 我希望能夠快一點 但是 但是不是只有男生的事情 女生也要 願意 好 我了解 下次我碰他 我會跟他講 好 這個馬上送花 今天 我們來看一些 可愛的照片 這是 黃建瑋 這張可愛的 17年前 看你的動態回鍋 你這張是什麼 17年前 就是大概 17年前 2000年 17年前 2000年 千禧年的時候 你在看嗎 我在演一個舞台劇 它是個劇照 很有深度的感覺 對 而且你比現在老 對 我領先業界20年 領先業界 直接在那個時候已經完成了 這什麼戲啊 叫狂瀾 它是一個舞台劇 那時候在國家劇院的實驗劇場演出 是我第一齣在校外售票演出的舞台劇 實驗劇場 是國家劇院 國家劇院 旁邊有個小劇場 小劇場 鐵椅子還是什麼 對 對 那裡我也去過 17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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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導演嗎 對 就同一個導演 這個是幾歲啊 17年前 19 19歲 19歲 你看他有點老耶 後面有人說19歲長這樣 對 你知道 你只要頭髮弄白 你知道你像誰 霓崇華 霓崇華 文化局長 那個我 曾經前文化局長 是不是 霓掌 對不對 他現在 那就是59歲的意思 他領先了30年 好 我告訴你 你這種人就是老在等 所以你可以一直演這種戲 你只會越來越年輕 就長這樣 就長這樣子 沒變過 你再老也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 可以接受 你看這張看起來 像不像40幾 真像 對 好 韓君 韓君 今年吧 24年前的你 對不對 1993 1993 對 就最接近25年的樣子 對 那你在幹哪裡 我好像是在 這張照片應該是在 在學校拍的 在學校拍的 我猜你是長頭髮 會不會 因為93年那時候 古惑仔正義界很紅 我11歲長頭髮能看嗎 12 11 我以為我自己年齡想他 對不對 能看嗎 人家跟你有差距 對不起 但是 我別讓你講 你們坐在那裡 看不出來年齡 年齡的差距 差很多 你OK的 你OK 我跟靜雯要檢討 11歲長頭髮能看嗎 真的有一個長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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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你看起來壓力好大 這是你嗎 那是我 這不像你 因為我國小的時候 其實也是很乖 你看起來壓力好大 這很像那個導演 那什麼導演 誰 那個導演 很喜歡自己演戲的導演 這很像孤領街殺人事件 孤領街 對 逗島那個時候演孤領街 就這樣 就這個樣子 對 這個是誰 老師 班導師 班導師 而且我們一直到現在 同學會都還會跟他聯絡 那時候褲子一定要穿這麼高 這樣遮起來像柯文哲 你看 這哪裡像柯文哲 褲子 褲子 柯文哲從小就這樣穿 穿到現在 他還是這樣子 小時候很害羞 就跟老師拍照 都是立正站好 立正站好 立正站好 因為這一張好像是 我們有那個好寶寶卡 就你集滿五張 可以跟老師換一個獎狀 我記得那個好像是 這個老師看起來 就是好老師的樣子 氣質很好 真的 好 1993年 好像 那個時候看不出來 將來會帥的樣子 現在真的是 真的耶 好 蔣偉文 28年前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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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 我在高中快畢業了 就快當柳麒公了是不是 對 那時候在電影院當放映師 對 他還在電影院的位置 很酷的工作 他其實 他剛剛就講 他做了一件善事 扶一個老太太過街 他本來是在電影院 我本來是掃爆米花的 我在掃爆米花 就看到一個老太太看電影 從電影院走出來 他不知道要去哪 他有點看不清楚 我就去扶他 扶他 他原來上廁所 就在二樓的一個放映師 一個外國人 他就看到我說 這小孩有愛心 然後就把我調到樓上去 教我怎麼放映 然後我就變成放映師了 然後掃爆米花的錢 跟放映師的錢 大概是兩三倍 我就覺得 好心有好爆 真的是好 做了一年的放映師 放映師 然後還沒有交女朋友 因為他到了大學 才交第一個女朋友 來 我們來看看那個時候 長的是 30年前 動態回顧 龍城漢笑稱 自情帥氣 30年前 30年前 我那個時候是我的巔峰時期 超帥的 真的嗎 帥呆了 太帥了 太帥了 帥呆了 真的沒話說了這個 好帥 那個真是帥呆了 帥呆了 沒話說真的 表情都還像運動 你怎麼這麼胖啊 對啊 超胖 你不說我以為 這是哈孝遠以前的照片 那個掃爆米花的錢 跟放映師的錢 大概是兩三倍 我就覺得 好心有好爆 真的 做了一年的放映師 放映師 然後還沒有交女朋友 因為他到了大學 才交第一個女朋友 對 來 我們來看看 那個時候長的是 肯定是郭富城的 麥當勞頭那種 不是嗎 對 就是會有青春都冒出來的 少年人那樣 對 這很像在美國長大的腳 都很多這種臉 對不對 我當時自己覺得 自己長得很像李小龍 對 真的耶 有點像 真的是 對 但其實你沒什麼變 沒什麼變嗎 對 現在比較好看 現在變雙眼皮了 不是 以前是內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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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沒有什麼太大改變對不對 就是跟你那個差很多了 我整個是從 砍掉重練的概念 28年前 28年前 好 這個厲害了 這個厲害了 有一個說話說很慢的人 87年 30年齊 30 30 30年齊幾歲 我那個時候是我的巔峰時期 超帥的 真的嗎 帥呆的 我看過我覺得 你是講幾句 真的很帥 真的很帥 10歲沒那麼帥過 真的 10歲嗎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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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 11歲對不對 那個吧 1977 1977 10歲 10歲 就跟我剛剛那個照片 年紀可能差不多 所以同樣是小孩 比較一下 我幫你拿 我拿這邊 我拿這邊 好 放在後面這樣 好 帥呆了 帥 搞得我要 真的 真的 帥 太帥了 帥呆了 帥呆了 這個沒話說了 那個真的是帥呆 帥 對話說真的 想說還是要運動啊 你怎麼這麼胖啊 對啊 超胖 你不說我以為 這是那個哈孝遠以前的照片 你說她媽媽是不讓她運動的 為什麼 因為她的手要拉心 拉心 不能傷了 不是都會偷偷去運動 但是是被禁止的 小燕姐 你看她現在手還是很漂亮 對耶 你手好漂亮耶 她是不能摺的 選音樂不是做事情的手 是彈樂器的手 你現在也不做事嗎 對 偶爾會拉 偶爾會拉 不是 做事就是 做事啦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沒有講英文 你為什麼講台語 你是不是搞錯 你不是要跟他講台語 你是不是想跟我講錯 你不是要跟他講台 對 我一個外省弟兄 一個本省弟兄 我那意思是你現在 你說洗完也都不洗 會嗎 都會洗嗎 都會洗完 你這手看起來是沒做家事的手 是 天生的吧 各位你們把手拿出來 你看我們就是工人手 你看工人手對不對 對啊 粗粗的這樣 對 你看細皮 你的皮膚這麼好 沒有 這是媽媽遺傳吧 媽媽的手也很漂亮 媽媽四川人 對 媽媽的手也很漂亮 就真的男生跟他站一塊的拍照會很 我記得我們上次演了一個戲 然後記者有拍 我跟他站在一起拍 結果拍完之後記者放下來說 兩個顏色 我記得 說他是洗血鬼 年初的時候 我剛才又穿著一個 目光之城那個外套 就是狼人那種大毛這樣 然後他就非常帥的 穿一個縫衣在旁邊 洗血鬼跟狼人 拍完之後目光之城 洗血鬼跟狼人 這個照片是對我來說很有意義的 因為這是我從現在 從現在到以前 從第一次拿第一名 音樂這塊 從來都沒有拿過第一名 小學六年級 唯一的一次 唯一的一次對不對 那是不是跟伴奏有關 你拿第一名 那個伴奏 那個伴奏其實那個時候 算是我們班上的那個笑話 對不對 你看 漂亮 其實那個這個樣子 還滿挺像個 挺像個演奏家 對不對 他就是在我們的戲裡面也有 對啊 在戲裡面 所以你一直都會了 就是 一直都會 但是就是沒有在進步 因為沒有像之前那樣子練 之前都是一天練五六個小時 每天 那去了美國以後就不會練了吧 就變成一個小時 然後變三十分鐘 然後變二十分鐘 你哥哥有沒有 哥哥 其實我會想要 拼了老命想要考第一名 就是因為我哥哥每一次都拿第一名 然後我每一次都倒數第二第三名 壓力好大 就是那一次 所以這張照片對我來說 意義很大 那他為什麼那一次沒有拿到第一名 他是大地性 他是大地性 永遠他都是第一名 然後小地性我永遠都是倒數第一 第一第二第三這樣子 永遠都是倒數 但是那六年級是要畢業嘛 我就說我一定要考一次第一名就好 就真的拼了老命令 所以兄弟還是有這種競爭 競爭 然後後來龍兄弟唱歌 哥哥在唱後面在跳舞 聽起來你看就是哥哥比較會唱嘛 所以他在後面跳舞對不對 可是終於他找到了自己的天地 好像兄弟都會這樣子 而且我們好像 我們三個都是都有上面一個哥哥 對 我們都是哥弟弟 我們都是弟弟 都有受到壓抑嗎 就是都會 你在成長過程當中 你會有一個Idle的 就覺得他是你的 其實哥哥比較像我的偶像 偶像 偶像對不對 有點像偶像的狀態 對 你哥哥就去了海軍對不對 對 但他沒念完 我哥哥比我坎坷一點 坎坷一點 但他是好大哥 他從來有照顧我 對啊 我演戲過的時候 沒有他的話可能撐不下來 我想也是 可是說哥一千塊 他說一千塊 他就虧過來 哥兩千塊吃飯 好像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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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撐了十年 一直勒索自己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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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剛出來當靈演的 所以是 我明天需要一套西裝 然後哥哥就騎著摩托車站 你去夜市買一個什麼的 所以哥哥被自己的 被我們的帳號 比自己的帳號還要清楚 對 他不會跟你要帳號 他知道你的帳號 就是三天兩頭 要跟他要錢 所以大家不只是我記得 是要我記得我哥哥 曾經這樣贊助我對不對 能夠有今天 其實今天講到自己的小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回憶 不過每一個人都是因為 一點一滴成長到今天 你看有的人就是老來等了 就看著你看 會撿那種撿爆的人 你看 年輕的時候就跟人家不一樣 我不知道你在20年以後 你要以何種人望來面對我們 應該差不多 搞不好 應該差不多 就是全部變白這樣 很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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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人生真的很難講 你25年前想不到現在在幹嘛 你怎麼想得到你20年後什麼樣子 是 沒錯 對不對 所以各位別忘了 12月21號 和24號到國家戲劇院 一起去看他們演出的 我記得 謝謝你們來參加 帶給我們這麼多精采的 照片 畫面 畫面 自汗 我要拿這張跟豆島要照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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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